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缓过了三年 然而一切的变化在三个月前 女儿问问生日那天 她整整一夜未归 打电话解释是去外省出差 见个重要的客户 我好不容易安抚我女儿后 不放心地打了个电话 给公司的人询问 虽然说我因家庭而不管理公司 但还是有眼线在的 一问才知道根本没有什么客户 张阳说谎了 我开始慌了 张阳在第二天清晨回到了家 一整天都在陪着我们 我的心又舒展开来 可晚上给她清理衣服的时候 发现白衬衫内有淡淡的口红印 很整齐 像是故意留下来的线索 张阳很少和异性来往 我第一时间就怀疑是她的初恋 开始不动声色地调查起来 后面张阳向我频繁地请假 我也欣然批准 当我看到侦探所发来俩人亲密的照片 就更加肯定心中的想法 至于那个女人 刚和张阳谈恋爱那会儿 她的钱包里还放有初恋的照片 我见过 是她 那个女人的脸蛋很精致 特别是那双灵动的大眼睛 总是让人勾了魂 老公婚外的秀情妇人让我心灰意冷 但我们还有一个这么小的女儿 我只能选择保护这段婚姻 我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身材 全身上下碰不成形 第二天 我就去小区健身房开了张卡 坚持一个多月后很有效果 基本恢复少女时的体型 但我仍然不满足 听信的健身房女人说的话 光有身材还不行 主要还得靠脸蛋才能抢回男人 于是我决定去整容 第一个开刀的便是眼睛 我望着镜子里紧紧的单眼皮 在撇了撇照片上那个小三 赤之以鼻 哼 不就是眼睛大了一点吗 我选了一家保险正规的医院 开始了我的整形之旅 但恢复需要时间 正愁想用什么法子糊弄过去 刚好张阳又说要出差 大概去个十天半个月 当然我也知道她的心思 想要偷心吗 但为了将来 我很愉快地叮嘱她一路顺风 等张阳回来后 我整形的眼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那晚我把女儿交给闺蜜带 使出浑身解数迷惑她 自信的身材又有着她迷恋的大眼睛 栽在她的耳边 回忆起俩人共同创业的艰苦日子 还有宝贝女儿的成长 终于唤起了她为人丈夫的本分 自那夜后 我的老公已安分守己 陪伴我们母女 这样欢快地过了两个月后 我又怀孕了 她更是爱护有家 整天形影不离 产检从不缺席 肚子大了后 照出是双胞胎 一家人很是兴奋 当我认为这是幸福的结尾时 那个小三再次出现了 她走得很急 说是公司的投标方案有问题 要急着去甲方那边 一天两天都没有再来消息 打电话也是关机状态 不得已 我扶着大肚子 心切地跑去公司打担情况 没想到根本没这回事 投标很成功 而且已着手施工了 我只能想到 那个男人又开始出轨了 是因为怀孕不方便行事吗 我找了之前的侦探所调查 送来的消息让我大受刺激 那个女人竟然也怀孕了 我开始怨恨起来 自己为了挽回这段婚姻 努力健身 甚至不惜去整容 没想到 还是逃不过初恋的诅咒 既然你忘不了 那就让你恨起来吧 正当我准备去找张杨时 她却不声不响地回来了 而且还对我坦白了一切 她说几个月前 自己约人去了KTV谈生意 可她没想到会在那儿遇上温馨 也就是曾经抛弃她的初恋 这么一个过不惯苦日子的人 怎么没把自己嫁给有钱人 反而还当上了陪酒小姐 温馨当时被人惯了很多酒 怎么说她曾经也是自己爱过的人 她看不过眼就替她说话 再把她叫出去 合同顺利签下 她正要打电话给司机 温馨却跑到她面前 据说又解释了当年离开她的原因 家里欠债不想连累她 一开始张扬还是有原则的 就算温馨明示暗示 自己还是清白之身时 她都早早告诫女人 她已经结婚了 但最后经不住温馨的死缠烂打 一个月的时间就被她勾引到了床上 初恋再加上她的初夜 而且一直都喜欢着她 没有哪个男人是会拒绝的 后来她还帮初恋还清剩下的债 再让她辞去陪酒的工作 给她在临场租了一套房 就这样养着她 我不知道这闹的是哪一处 但这个男人倒有悔改之心 对我苦苦哀求 阿莲 这都是我的错 我一时鬼迷心窍辜负了你 但自从我们在一起的那夜后 我就已经和她断绝关系了 可我没想到 她竟然怀孕了 这几天我都在劝她打掉孩子 再给我几天时间 我会处理好 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 即使眼前这个男人犯了错 但她是我的丈夫 孩子的父亲 我还是原谅了她 不过总会有人不甘心的 她的初恋也跟着来到我们的尝试 还把我约出来见面 作为正式的我 怎么可能就此退缩 她看起来和相片没有什么差别 只不过 微微凸起的肚子 显得很碍眼 我把最新款的香奈儿包包 霸气地往桌子上一放 高傲地叫嚣着 温小姐 挺有胆量的 还敢约我 怎么 张阳还没有解决你啊 对风显然不知道 我也怀了身孕 那双迷惑人的眼睛 闪过一丝惊讶之后 又假装震定下来 江生说道 真小姐你好 我是张阳的初恋 第一 张阳是我老公 紧叫我张太的 第二 别把自己讲得这么美好 你只是别人的小三 我不紧不慢地纠正她 看着那个女人憋气的样子 心里一阵爽快 她随后也接上了话 但我哪能被一个 破坏我家庭的小三欺负了去 我们就这样你一句 我一句地争论起来 你看 你的眼睛和我多像啊 张阳爱的人始终是我 她对我说 和你结婚只是对你负责 她会和你离婚的 别忘了 是你当初离开张阳的 现在还好意思找上她说爱 还是你看上我们家的钱 怎么 我老公说让你打掉孩子呢 是你赖着而已吧 见她满脸通红 我又好生劝道 我知道 男人嘛 总会为不紧要的人犯那么几次错 大家都是成年人 过去的事 就不要不住住不放 特别是感情 把孩子打掉 我还能给你点钱补补身子 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我的话才说完 她便一副楚楚可怜 善然泪下的模样 我见着心烦 怕影响了肚中的胎儿 拿起包包起身离开 男人惹的祸 让她自己解决 然而没过几天 我便接到张阳的电话 她说温馨的孩子没了 是她亲手弄没的 愧疚又让她的心软了下来 她说要留在医院照顾她 我猜想 这肯定是温馨的计谋 挂了电话后 急匆匆地往医院跑去 病房里 只有那个女人躺在床上 我立马闯了进去 向她质问 她虚弱地向我扬起胜利的微笑 并明目张胆地说 陈小姐 我说过 张阳还是在乎我的 我只不过随便使了点法子 让她不小心推了我一下 刚好 我也不小心流产了 经手杀掉自己的孩子 还是让她大受打击的 你说 她会不会照顾着 又喜欢上我呢 望着这么狠心的女人 我无言以对 为了得到一个已婚的男人 竟然会做到这种丧心病狂的地步 张阳是个很有责任感的男人 即使他向我承诺过会离开的 但现在看来 这肯定是个漫长的挣扎 我回到家后 见女儿抱着我们的全家福 一夜夜地翻看着 这个家终究要给女儿一个爸爸呀 没过多久 张阳也回来了 我见她憔悴的面容 心里也不好受 顶刻间对她服软 抱住她的腰间 温声道 老公 我知道你有责任心 你想照顾她可以 等她好了以后 无论怎样 都要回到我的身边 我问需要你 肚子里的两个孩子需要你 我需要你 这个家需要你 这是你答应过我的 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 我怀里的男人沉默了很久 最终还是回报了我 承诺下来 我心里仅有的念想 便是张阳 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 不会抛下这一大家子不顾的 之后的日子 老公便在公司 医院和家里三头跑 但即便他有心 事情太多也应接不暇 我怀的是两个孩子 做事总是力不从心的 好几次都险些出事 平时还要照顾女儿 无论自己多小心翼翼 我还是消产了 医生说是太过劳累 和心情激动引起的 加上我怀的是双胞胎 负担重些 面对这狮子之痛 我绝望着 出事时 丈夫在伺候着小三 我绝望 经过发生的种种 我慢慢地明白了 承诺抵不过情愫 小三再猖狂 也只是遇到想偷信的男人 才敢发威作福 虽然最后张阳 离开了小三回归家庭 但对这段婚姻 我已心如死灰 已经受到的伤害 永远无法弥补 只是看在女儿 需要父亲的份上 才选择和她一起过下去 期间温馨打了几次电话 叫我离开张阳 我置之不理 知一切长一智 整容补救不了我的婚姻 但钱财起码可以给我保障 事后 我不动声色地把财产 转移到我的名下 不管怎样 这是我和女儿 在这个家里最后的退路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